你不想要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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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干什么 还眯着眼睛跟我说什么 哎 哎呦我 这这这这这 我 告诉你 再起一这工作 打得你妈都认不出来你 这这女人不能给灌毛病 你知道吗 对 我跟你说 今天是打的先月 怎么可能变战场 不是咱们打的 她们一定打算 我告诉你 不能给你办见识 知道吗 我跟你说现在男人就这样 你又不能惯着她 你一惯着她一出来 你瞅她那样啊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 我告诉你啊 咱回家再说 知道吗 你怎么回家的 我跟你说回家都怕我 你知道 是是是 她能干这呢 你直接回家就不这样 别生气 别生气啊 不值得跟她置气 你赢了 赶紧去看看 走走走走 大龙啊 你不就想找一个工作吗 算什么事啊 我本来呢就是要谢谢你 跟着我干 工作随你挑 我就算给你量身定制 也是小菜一碟 你不要这么嚣张 我告诉你 瞧把你狂的 我今天来 不是为我一个人饭碗来的 我为了好多人的饭碗 一大落 二十多个人饭碗来的 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成了闲人了吗 就是因为你 我 我 对 李明超是被你买了 我就是那老职工 知道吗 可你们好好的 忽然间说不要四十岁以上的职工了 我们就下岗了 你明白吗 我跟你明说了吧 我今天就是为那四十多岁人 你上的职工搞说法来的 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这人呢说话也值 今天我们两口的来呢 主要就是为了找工作 林律师你看了啊 我老公这个工作 就是你老公弄砸的 是不是 现在我闺女马上就要中考了 我们需要钱请家教 可是我们现在连请家教的钱都没有 反正你这个工作 我们要是再找不着的话 我们家大龙就得找法律援助 这样对你老公也不好 你现在帮我老公 就等于是帮你老公 其实大概情况我也了解一点 高师傅 你先别着急 不就找个工作嘛 这多大的事啊 放心 我这就跟彭飞说去 别着急 别着急 沈哥 林律师 彭总呢 你挺有本事啊 找到这儿了 这么敬业 这么负责任呢 陆飞 我记得咱俩是一个岁数 都是上有老 下有小的 四十岁的男人在家里头 谁都是挑大梁的 可是你倒好 把我们这些大梁给拆了 还把我们当匹柴一样给扔出去 你是痛快了 可我们呢 孩子要上学 老人要看病 房贷要还钱 还有我哥们老松 现在都变成植物人了 你这是要逼死我们的 王大佬 我需要你搞清楚一件事情 我这里不是民政局 不是就业基地 你们手上拿的那两万块钱遣散费 都是我帮你们争取的 至于要不要请四十岁以上的职工 我是私营企业 聘请是我说了算 即使我这样做了 就算走遍天下 我也不犯法 是 你是没有犯法 可是你缺良心 你出二反二 你缺特 法律面前是没有良心罪的 经济时代 只有利益 这可是你说的 我告不死你 我就不姓王 不是的 有个客户飞机就要起飞了 需要彭总去拿支票啊 你觉不觉得这个理由太幼稚啊 你就是说破了天 也别想让他走 彭总他很需要这笔钱的 哎 你 彭总 彭总 李总打电话来 叫你亲自去拿支票 他今晚就要搭飞机回西安了 我马上走 好的 李总 干嘛你 你别拦着彭总啊 你不许走 彭飞 你不可以走 今天你不是什么总裁 你是以彭孝家长的身份 在这里厌弃 他是救了你儿子的恩人 你怎么能说走就走 对人家这么不尊重 不是的 彭总今天早上打电话给客户 如果这个客户回西安了 这笔钱就要不回来了 沈小姐 你好好揍你的助理是对的 但是你不需要 在这里遥控别人的丈夫吧 我是为公司着想 身为他的助手 我只是在尽我的义务而已 尽义务 说得挺好听的 你今天进义务 是追到别人的家宴了 那你下次进义务 要不要追到我家里来呢 不好意思啊 林律师 我是彭总的员工 我不听其他人的 彭总 你 我说你 你怎么说话呢 我好好说我教你啊 我在帮老板赚钱 我有什么错 你权力很大嘛 你威风啊 你还记得起来我是谁吗 一块腹肌 胸怀大志那个 想起来了吗 当初在游泳馆 我硬拼救生员 我游得那么好 你愣是不聘用我 用了自己的关系户 这下好了 老天马上就给你颜色看了 人掉到水里头 最终还是我救的 口口声声还说 给老板挣钱 我看你是给老板败家 没想到吧 我跟你老板还是发小 干 有这样的事 当然有 你们可以问他 彭桥落水了 没有人救 就是因为他用了他这个 走后门的 不会游泳的老乡 你说什么 有游泳高手 为什么不用 彭总 你不是说这件事情 已经算了吗 是你亲口说的 客户的话 我已经带到了 我先走了 你给我过来 这个就是你所谓的得力助手 就是差点害死你儿子的人 应该怎么做 你自己看着办吧 彭飞 咱俩的事还没完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还有游泳馆拼用的这件事情 大龙 我一定会补偿你的 太好了 彭总 那这么说 你让我家大龙 去你那儿工作了 我会请大龙 当我的部门经理 那太好了 大龙 干什么呢 还不谢谢 谢谢 谢谢 菜单涉及 农家院 水疗馆 还有很多娱乐场所 都是我的产业 大龙 你随便挑 好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你彭飞现在是老板 你一言九鼎 这么多部门 录用二十几个职工 应该是小菜一碟吧 二十几个人 没错 都是四十岁以上的 超市老员工 什么 你要我把他们全都聘用了 我们本来就是难兄难弟 你得把所有遣散老员工 都录用了 姐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也不可以在那个女人面前丢人 姐 说得好 你是原配 绝对不能说的那个伞 小娜 我已经输了 我已经败了 你没听见 没看见吗 就因为这个女人的愚昧 害得我儿子 差点把性命给丢了 都到这个份上了 彭飞她一声都不吭 也不开除她 她俩关系太不一般了 姐 你先别着急 其实能治彭飞的人 我已经找到了 她连沈哥都能赶走 连我的狗都不放过 她就是你的除奸杀手 你是说王大龙没错 大龙 咱在家可不是这么说的 咱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你管别人的事干什么呀 先吃萝卜蛋曹先生 我知道 她如果只录用我一个人 我领她的情 可是她今天如果把我们的兄弟们都录用了 我佩服你 你是个男人 是个爷们 坚决不行 我凭什么 白养你们这些人 就凭你出尔反尔 就凭你不讲全心 大龙 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啊 我跟你说啊 咱家等着你这份钱呢 等着你这份工资呢 乐乐还得请家教 还得上辅导班呢 你懂什么 这叫张仪 这么干就不对 就不是男人 我不能只考虑我一个人 保汉子不管恶汉子鸡 以前 我们小的时候 总在你家看小儿数 那个时候就他们家条件好 有全套的水浒传 同非我问你 梁山好汉 为什么可以流传千古 就凭两个字 仗义 你神经病啊你 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你说你这个人 你说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彭总你千万别生气 真的他这个人你最清楚 那我向他给你道个歉 向你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彭总 妈你干嘛呢 怎么连你那么没志气啊 就为了这点情 再设计三下四的 至于吗您 愣了说的对 我王大龙是没本人 可我是爷们 我是男人 我去不去他们假天下工作 我自己说了算 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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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 你走不走 走不走 走 走 那得拿包拿帽子嘛 绅非我告诉你 这事没完 自行车 不要了 回家 那是你小宝的 明天二小宝自己来许 出租车 上车 姐 你先别生气气坏了身体 你真当自己是干部啊 好像我求你一样 大龙比很多人都好 有什么说什么 心直口快还很义气 你不用帮他说好话 刚刚吃饭的时候 他已经暴露他有多肤浅 他说真话而已 难道我说假话吗 你说呢 彭总 为什么你还在这儿 彭总 李总打电话来说 飞机还没有起飞 他一直在等你 我马上过去 彭妃 林律师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地照顾彭总的 你不想要跟她一样 想要事 你不想要事 我说这些什么 我来说 你别想要好 你别打 falou 你也闹了 你 centers 我来说 你不须要了 搞不起啊 瓦八蛋 唐飛就是點青的沒良心 等他那天下崗了 他跟我一樣 他的工資被別人收購了 他就知道 我這說的全都是肺腑之言 我也知道 只有我自身強大了 我才可以幫助我那些難兄難弟 可我就是看不慣他那樣 瞧瞧他狂的 跟奧巴馬似的 等他那天落魄了 他就變成癞蛤蟆 又錢又是大爺啊 都知道富不過三代 就看他那倒霉兒子 争著一敗家宅 王大樓你給我閉嘴 你說大人少說孩子 跟孩子有關係嗎 孩子再窮 他老子有錢 說好了到那兒什麼都聽你的 對不對 你回來還來一敬 你抽來一敬什麼呀你 你知道嗎 世界上有一句話叫 有錢能使鬼推磨 我沒有錢 我照樣可以莫推鬼 你以為你是誰 你一分錢沒有人讓鬼推一個 你不是說你行嗎 有本事找個工作讓我看看 他窮的只剩下錢了 對呀 人家窮的只剩下錢了 你呢 你窮的還有什麼 你怎麼知道 這要是拼綜合指數 他未必拼得怪我 他只是有錢 可但有個好閨女 每年都考第一 我的前途比他光明 爸 你別老拿我說是行嗎 我討厭你拿我 往你自己臉上貼金 你要真想贏我 我能保住第一的話 那就得做好後盾 假假我就不說了 那就是做好吃的 為我補營養 那也得花錢 錢錢錢就知道錢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 錢不是萬能的 沒錢是萬萬不能的 我真是太磨擰了 就這麼眼睜睜的 看著沈哥以工作的理由 拉走彭妃 而且彭妃去找客戶 拿支票去收錢去 我連一個步子都說不出來 這個女人 我怎麼就小看了她 厲害 太厲害了 這女人也太會拿捏了 太狠了 特別是她臨走的時候 那看我的眼神 她是笑著的 代表著勝利 那是挑釁 看到我火冒金星 這 就好像是 沒有硝煙的戰場 她沒費一兵一族 一槍一彈 就把我給撂倒了 我說老婆 那我工作的事我再想想 有些話我說一萬遍 你都不往心裡去 你閨女只要說一句話 你臉上就掛不住了 還真是的 就樂老說那些話呀 就像抽我嘴巴子 你說我這當爹的 讓閨女受了那麼多委屈 我她心裡頭啊 就跟下刀子似的 那你還往她心上捅刀子啊 現在的小孩多勢力啊 哪像咱們小時候那麼單純啊 沒錯 可是你讓我給發小去打工 我真是賣不開這條腿啊 我 我不是豁不出去我這張老臉 我是看我的他們那張假臉 你也不知道呀 彭培跟小時候一樣 還是那麼霸道 你說我到底是去還是不去呢 你說我要是不去吧 我這心裡頭難受 你說我這要是去吧 你說完了嗎 完了 睡覺 我明日一大早還得上班呢 人家體委 還讓我們配合馬拉松路線呢 睡覺 行 不是 老婆 你說大晚上 你的頭髮弄成這樣 你去洗一洗吧 我憑什麼洗啊 我這頭髮我花五十塊錢做的呢 不是你弄得怪嚇人的 趕緊去洗了嗎 你怎麼不洗 弄得跟機關的頭似的 可你不懂了 我這叫小背頭 行了 什麼小背頭啊 誰弄背頭了 背個漢姆的髮型 你趕快睡吧你 來 等 等會兒 你說剛你弄的頭髮花多少錢 五十塊錢呀 我跟人砍了半天價呢 你被人騙了 怎麼呢 我這頭髮五塊 五塊錢 是啊 你在哪家做的 出咱小區右轉 老王的二姑娘家 我出小區左轉了 就那韓國那家開的 我覺得你看他們整容整得好 美容美髮肯定也好嘛 他不是韓國人 他是鹽編的 鹽編的 啊 那鹽編的不是跟韓國一樣嗎 說話都是 嗯 你不就这样了吗 行行行行 你别 对对对对 我跟你说啊 你赶紧啊 赶紧洗了吧 那我更不能洗了 我好不容易花五十块钱做的呢 到时候多可惜呀 你等会儿 你万一他在吊啥呢 给你吊啥 吊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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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阿婆 你到时候躺好了呀 不行 到时候明天早起发型该乱了 你这么睡一宿 明天早上起来 你肥德歪脖子病不可好 没事 来 快 手 你说我说去还是不去呀 还贯了便宜 去吧 我心里不舒 不去吧 怕你心里不舒 快快睡啊 睡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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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不睡 这头皮的衣服 姐 不能让她这么嚣张 你必须得抓住她的小尾巴 抓 怎么抓 找谁抓去的 抓到又怎么样 人家是用工作的借口 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我又能怎么样 我能怎么样 在一起谈生也可以 干别的就不行 依我看 你就应该找个私家侦探盯盯着他们 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小娜 你的那些方法 也许就对你们家挣钱有用 在我这儿 是行不通的 干脆找个余泽程 潜伏到他们身边去 我看你是看电视剧 看得脑子坏掉了 你还当起无间当卧底了 谁能去给你当这个卧底 王大龙啊 如果他能到彭飞身边工作 不就是个流动的摄像头吗 王大龙 你脑袋想什么呢 我二十多年没见到老同学 现在一见面 就让人家去当卧底啊 我好意思开这个口吗 不行不行不行 哎呀姐 你都被逼到这儿犯上了 就别当淑女端着了 我开饭店这么多年 我什么人没见过呀 就得像王大龙这样的一根筋 才能斗得赢神哥 小娜 我和彭飞还有王大龙 三个人是发小 你这不是明摆着 让王大龙为难吗 我不想让他这样 我的亲姐姐 现在濒临城下了 一只凶猛的狐狸精 正向你袭来 快点打电话给王大龙 这太丢人了 这是家仇不能外扬 只包不住火 今天饭桌上大家都看见了 这件事如果再拖下去 拖到你们离婚 最倒霉的是你儿子 就算彭笑跟着你 只要他还认他爹 他就得管沈哥叫小骂 大龙啊 我是林娇阳啊 你等我一会儿啊 就算我一会儿 只能够带你 他都不能带你 那边不抓紧 你怎么会谈到我 带你眼镜地 我 喂 那个 林 林 林九雅 你怎么想起来 给我打电话了 一会儿你有时间 碰个面吗 现在呀 那个 我 你是不是睡了 没睡 睡不着呢 那行吧 那你说我到哪儿 好 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啊 好 我马上过来接你 好 怎么样 他来吗 嗯 还真去了 还真去了 上班呀 对不起 认错人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小白羊 大龙 来了 坐 这么晚了 什么事啊 鹏飞呢 鹏飞怎么没来啊 我知道了 你是不想让鹏飞知道对吧 难怪呢 鹏飞变了 变得我都不认识他了 变得现在跟王八蛋似的 难怪你会生气呢 所以再晚为他来 真的不好意思 这么晚打扰你休息了 没没没没 不打扰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小时候啊 就有个梦想 可以跟我心目中的女神 半夜泡酒吧 嘿 没想到我四张以后 居然实现了 这不是做梦吧 疼的 不是梦 来来来 我们喝一杯 来来来 好好好 林娇阳 祝贺我们二十多年以后 再重逢 其实我心里头 憋了很多话想跟你说 我这一路上 我还练着来的 其实那意思就是说 你们好吗 我在这里挺好的 大龙 我这次找你出来 不是叙旧的 我要请你帮个忙 帮忙啊 早说一句话 知道我办得到 你随便说 去鹏飞公司工作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始终没有放弃这个信念 怎么还信念呢 都升到这么高的高度了 这事呢 我反正也是在琢磨 到底去还是不去呢 我也挺纠结的 我恳求你 拜托你 去鹏飞公司工作好吗 这怎么还拜托我呀 我跟你说用不着这么客气 咱俩是同学 你就跟我直接说 你就直接说 你王大龙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不想干什么不干什么 这么说不舒服 你说 我 我想说 我 我是想说 王大龙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我姐是想找你帮个忙 帮她看住鹏飞和沈哥 抓住鹏飞出轨的证据 为什么呀 你没看见啊 鹏飞在外面搞婚外恋 他们都快离婚了 离婚 赚钱真的很困难 为了这么一张小小的支票 这大晚上她还得跑到机场来 还要对着客户说谢谢 这个事倒真是欠钱的是大爷 好了 彭总 你别生气了 来 你曾经说过的 顾客呢就是我们的上帝 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吗 我彭飞只认钱是我的衣食父母 这么大一家公司 而且有这么多人 样样都要用钱 其实是我这个做老板的 在替员工们打工的 彭总 你今天也累了 要不我先送你回家 我现在不想回去 我想去喝杯酒 今天这么多窝囊的事 得去去会计 小娜 时间差不多了 你先回去吧 那行 那我就先走了 王大龙 你一定得帮我姐赶走那狐狸精 帮她保卫住她的家庭 知道吗 对对 赶 赶 赶 这个 这 这什么东西啊 录音笔 做好你的流动摄像头 我懂 我懂 我一切都懂 什么意思啊 怎么还让我当摄像头啊 你别听郭小娜瞎说 她就是心知口快 我根本就没想让你 当什么摄像头 我自己的婚姻 还得靠我自己 你们真到离婚这地步了 我不想离 我根本就不想离 可是今天你也看见了 这沈哥太嚣张了 没错 是有点过分 你说你不就是一个女助理吗 你怎么能私闯老板的家宴呢 我跟你说啊 这都是彭飞把她惯坏 你说的没错 都是彭飞把她给惯的 她一直拿着给家里赚钱 当幌子 跟沈哥大搞暧昧 可能 可能已经发展到 比我知道的更严重 不像话 彭飞没良心 她要是敢对不起你 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不行 我现在就得收拾她们俩 你说我先收拾彭飞 还收拾那个小三 你说 我打不残她 我就不叫王大龙 坐下 大龙 你怎么比我还激动 你先冷静点 你误会了 我不想把这个局面弄复杂 我们还有孩子 为彭笑 我也要保全我的这个家 我是不指望彭飞有任何改变 如果她真把我逼到离婚这个地步 我就一定要拿点证据 放在她面前 她才会认输啊 你的意思是 让我在彭飞身边工作 顺便监视她 是 因为有你在她身边 她或许会收敛一点 会有所顾忌的 所以就让我当摄像头 那也不至于用这么极端的方式 可是 我这不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吗 行 我明白了 林小阳 咱们这么多年没见面 我实在不太想说那些难听话 可是我控制不住 你们这就是钱烧的 明白吗 你们俩这就是有病 夫妻俩怎么还玩上内战 怎么还玩上谍战了 你们累不累啊 我说你们两口子争来争去的 有数有赢有意思吗 我告诉你 我这话操理不操 按我说呀 你应该跟彭飞好好谈一谈 你们俩得沟通沟通 这心里啊 她得把那个结 她就得从这 我没法跟她沟通 干杯 今天 今天的功劳呢 是属于你的 彭总 你不要再喝了 千金难卖一醉嘛 今天呢 我想谢谢一个人 就是你 你世世处处都为我着想 还受了这么多委屈 你真是我的红颜知己 我彭飞有你这个助理啊 一定能够展翅高飞 彭总 只要有你这句话在 我不管做什么都值得 我不只要谢谢你啊 我还想问你 为什么你会对我这么的忠心耿耿 难道你只是经验 其他的员工 对我也没有这么细心 只有你 处处为我着想 你真的想知道为什么 嗯 嗯 是因为 你执着的样子 很像一个人 像你以前的男朋友 像我爸爸 你怎么知道 都是彭飞的问题 他事业做得越成功 他就离我越远 他对孩子的事也不闻不问 对老人也莫不关心 我们一个月 都见不了几次面 更不用说像我们现在这样 好好地坐下来说话 他的心思 都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更不在家里 他现在的心思就是在公司 在那个叫沈哥的女人身上 大龙 毕竟我们三个事发小 所以我才想到你 如果有你在他身边 他或许 会有所顾忌 会收敛一点 至少 我们能撑过 孩子中考 你明白吗 我明白 那个小白你先别难受 你别哭啊 你这 这个任务呢 太壮了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我是给你添麻烦了 可是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呀 只要蓬菲能够回到我的身边 我真的 我真的宁愿回到以前那种平平淡淡的日子 踏踏实实的 一家人 能够好好坐在一起吃顿饭 聊聊天 我真的就心满意足了 你说的没错 好吧 小杨 你还别说 你跟你小的时候啊 你变化还真挺大的 在社会上历练这么多年 当然不能跟高中的时候别了 那个时候年少轻狂 为了虚荣嫁错了人 要是让我现在重新再选 我绝对不会再选蓬菲 这是喝了多少啊 对 大陆 是我 我欠你的 说实在的 今天饭局之前 我还对你有点失望 可是这饭局一闹 我才发现 你是个敢做敢当 比蓬菲更强 更以爷们儿的男人 喝啊 这 你 你就别忽悠我了 我就没那么好 我呢整个人是一小景 横竖都二 我给你添麻烦了 不不麻烦 来 这什么味儿 你少喝的 不是 我妈妈呢 是扎根农村的知青 她为了跟我爸爸结婚 她不顾全家人的反对 但是很可惜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 我爸爸就去世了 是我妈妈从小把我带大的 所以在我的印象中 爸爸的样子 一直都是很模糊的影子 直到去你公司面试的时候 影子才慢慢清晰 难怪你 会喜欢超熟的男人 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我很崇拜你 但是我只是偷偷地喜欢 只要能为你做些事 我什么委屈都能受 我认命 你真的很单纯 就像从古代穿越来的女孩一样 我也整天觉得自己很像唐朝人 有一首唐书我很喜欢 叫做李相歌谣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殖 我恨君生草 君生我未生 君生我已老 恨不生同时 日日与君好 小白羊 那个你今儿能够这么听我 我这心里头我 啥都不说了我干 大龙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我说的也都是心里话 其实呢我最近挺惨的 超市不是倒闭了之后 我王总的都是心里话 我当大龙呢就变成过街老鼠 过街老鼠明白吗 就是人人喊打 但是你这跟我说了这么多掏心掏肺的话呀 行 我愿意干 别说给你当摄像头了 我就给你当炸好包 我都愿意干 那你的意思是 愿意去鹏飞公司干了 是啊 大龙 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但是用你们话来说就是霸得 我呢还有一帮老同事老伙计 如果让我一个人去干了 我总觉得吧我这么做挺不地道的 我心里头觉得对不起他们 要不然这样子啊 我呢跟我老伙计老宋 我们俩沟通沟通 你给我一天时间 我就给你答复怎么样 行 没问题 行 来 大龙 我敬你 你 你别敬我了 小白羊 我跟你说一句老实话 这酒太难喝了 哎 小白 怎么了 大龙叔 你可来了 我爸病危了 在抢救呢 我爸恐怕不行了 你们暂时抢救过来了 但是 停止不了多久了 有什么事 应该进去安排一下 来 老夫 大龙 老宅呢 你儿子小宝啊 也在你旁边呢 你有什么话 你就说吧 孩子 痛 痛 我又不可以了 什么事啊 不是你为了我 老夫 那你来说了我 你不希望你来自尊 你很想报答自己啊 那我给我做了什么事啊 说我什么事啊 就是我儿子 我打小就喜欢小宝 你放心 我会像带亲儿子一样 带他的 老哥 我大龙没什么别的本事 但我可以给你保证 有我一口吃的 绝不让他喝稀的 老哥 你宋青江的事 就是我王大龙的事 放心吧 是 是我 好